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克利夫莱来到了洛杉矶 他加入了胡人队 他是来偷奔我儿子的 鲍尔从詹姆斯身上学不到什么东西 他们要一起赢球 拿下比赛 这句话说得很清楚了 言外之意 詹姆斯虽然很厉害 但也是个外来户 洛杉矶胡人是谁的球队 还是我儿子的 詹姆斯是来辅助朗索鲍尔的 这还不算玩 因为鲍尔没有三分能力 而在胡人欠下拉解龙多后 鲍尔的地位就更加可有可无了 因为他和龙多的功能非常类似 但龙多是一名铁血防守 又总决赛经验的老将 鲍尔还是个惨鸟 所以短期来看 他还不如龙多厉害 再加上胡人此前 关于莱昂纳德的交易谈判时 鲍尔家族放出鲍尔受伤的消息 导致马次瞬间失去了对他的兴趣 因为鲍尔家族不希望鲍尔离开洛杉矶 但这一举动得罪了胡人高层 因为球员受伤是要严格保密的 显然以后的日子 鲍尔在胡人不会很好过了 他现在在更衣室里应该很尴尬 从詹姆斯和库兹马 因格拉姆一起训练就可以看出 球爹看到儿子受委屈 自然不能做事不管 他立刻跳出来说 因格拉姆和库兹马男重大气 胡人想要渡官应该重用 他的大儿子狼左棒二 以及牵下他的二儿子和三儿子 这样才可以带领球队夺冠 而且以后詹姆斯的儿子来了胡人队 他的三个球也可以照顾三黄的儿子 不得不说 朗佐鲍尔有这样的父亲 是幸运还是不幸 幸运的是他的父亲自带流量 完全不需要公关团队炒作 不幸的是 太得罪人了 西蒙斯和任彼得已经做好了 在朗佐鲍尔头上扣篮的准备了 各位看官怎么认为呢 欢迎下方评论区留言 谢谢